有些人总是以大哥大自居,他们不可一世,横行霸道,但现实生活可不是影视作品,不能允许有人这样互作卑微的。 你看,指上不是穿了一点吗? 在边那样,看。 你看,叫他。 你看,叫上柜的。 监控录像中让服务生下柜的人外号叫戈登,北京人。 2008年11月1日晚上11点钟左右,戈登和几个朋友去某歌厅销会。 临走前,他突然耍起了威风。 他就过来说,让我跪下,叫大哥。 这牙这儿现在肿了,这两天已经是小点肿了。 这手是怎么打的呀? 踢的呗,我这儿还轻着呢。 怎么打脚踢的? 没因为什么,什么也没,就让我跪也没跪。 目击者说,当时戈登和满酒后让服务员跪下叫他大哥。 其中一个服务生给他跪下了,没有挨打,不肯下跪的服务员被打倒在地。 打了我三四次,每次都得至少得三四分钟嘛。 全打脚踢得过,我打地。 据调查,戈登原名王永祥,47岁,加入北京市朝阳区。 结合金库物项和法医鉴定的结果,警方认为,王永祥无故殴打他人,其行为涉嫌寻衅此事。 11月5日晚上,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侦察员决定,对王永祥实施抓捕。 无论侦察员说什么,王永祥就是不开门。 很快,朝阳公安分局的民警也赶到了现场。 这时,一位民警发现,王永祥扎门上方有一个红外线摄像头。 开门了,现在不一定有叫开门公司就破门了,你们这刑警省省什么都有。 几分钟后,王永祥打开了房门。 王永祥家里装修的富丽弹簧,他的衣柜里挂满了名牌服装。 随后,王永祥被带回了刑侦总队。 面对侦察员的训问,王永祥不仅拒不配合,还起估撞墙自残。 侦察员不得不给他戴上了头盔。 目前,王永祥、金春雷以涉嫌寻衅滋事,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。 涉案的张晶晶、小龙等四名嫌疑人在逃。 如有知情者,请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系。 直到被抓,王永祥还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,甚至威胁民警。 但是王永祥很快就会明白,无论什么人,只要触犯了法律,就会威风扫地。